Hello大家好我是Ta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两天其实我发了一个动态 就是问大家最想要看我长测 带引号的长测 哪一双通勤鞋 因为我不会专业的评测 所以就是穿穿看 平常走路亚马路什么的 然后我发现其实底下的评论里面 绝大多数都在问我New Balance 惊讶之余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 因为上一次 整个复古跑鞋的风潮吹回来的话 还要到10年初 到14年15年 那几年其实是最厉害的 然后马上热度就瞬间下降 然后直到大概是19年的时候 我才能感受到 New Balance好像又回温了 然后渐渐的发现 New Balance开始带动 其他的复古跑鞋品牌 慢慢的大家开始关注 至于说到底是复古跑鞋的春天来了 还是New Balance的春天来了 这个有待商榷 好了前面这些都是废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就是两双复古跑鞋 当然我记得 大家想让我测什么鞋 2002R是吧 我之后会找一双的 因为现在价格在我这边 真的太夸张了 我会找一双 然后好好地穿一段时间 来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和总结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双 全部都是来自于 上一次复古跑鞋热潮爆发的那段时间 集中出现无数经典联名的 那段时间里面出来的两双 跟钱有关系的联名 没错 它们的灵感全部都是跟钱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钱又喜欢球鞋 那就来对了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个关注 谢谢 另外这两双鞋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跟同一个鞋垫做的联名 这个鞋垫叫做Concept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鞋垫已经不陌生了 出了太多经典的联名 不光是复古跑鞋 篮球鞋 是吧 欧文系列的出了很多代了已经 所以这边就不多介绍Concept这个鞋垫 我们直接来看鞋 首先第一双 就是我自己其实特别特别喜欢那双 也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出现过一次 应该是 就是New Balance 998 C Note 那这双鞋发售于2013年 同年其实还发售了另外一双 在这双之后 也是跟钱有关系的 一个绿色为主的配色 那个的灵感来自于US Mint 我们今天不聊那个 因为我没有那个鞋 那只聊这双C Note C Note什么意思呢 就是百元大钞 百元美金大钞吧 这么一个俗称 C在古罗马数字里面就是100的意思 美国其实蛮喜欢用古罗马数字来代表很多东西的 尤其是以前我们看乔南正代 对吧 1234567到23什么的 全部都是用古罗马数字来写的 感觉就是很有逼格 至于说998这个鞋款 它算是99X家族里面的第五代传人 第五双鞋 上面用了很多当年的一些 New Balance最新的科技 最前沿的缓震科技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Absorb 其实998刚出来的时候 它侧面写的并不是Absorb 而是叫Incap2 就是Incap的升级版本 外面依旧是用的这种PU的一个壳子 一个Cage 然后这个Cage里面放的呢 原本之前都是EVA 然后再之后可能有C Cap之后呢 就用C Cap的泡棉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是升级了 变成了Absorb的这个泡棉 它的耐用性和整个舒适性 做到了一种更好的平衡 在998上面呢 其实整个中底啊 其实用的都是Absorb的泡棉 只是它分了不同的区域 然后在这个全掌的Absorb泡棉的上面 它做了一个EVA的一个薄薄的 相当于一个垫片的感觉 所以说后掌的话 稍稍高一点点 然后全掌的话 脚感整体来说 穿过997的朋友应该都觉得不错 尤其是如果你对比997的话 998的脚感就真的是 好的很多了已经 当然你永远都不可能 期待一双99X系 有多软弹 有多Zoom的感觉 或者有多Boost的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整个Tash的感觉 这个永远都是Nue Balance的特点 外界方面 其实998它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镂空的 这个是泡棉外露啊 所以整个橡胶覆盖的面积 要小一点点 整体这个鞋 就会变得相对轻质化一点 然后整个998的外形设计 相对于997来说 像篮球鞋的概念更进了一步 这个有棱有角的造型 喜欢的就会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可能就不是很有感觉 我自己是属于非常喜欢998外观的人 这个配色 如果我不跟你说是跟钱有关系 你可能想不到 但是如果我说了跟100美金钞票有关系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有点意思 是不是 整个颜色其实就是那张钞票上面 用到的大部分的颜色 包括这个蓝色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中间的那个方围垂印 还是方围镖什么的是不是 材质方面还是非常高规格的美产材质 很长毛的这种猪皮的材质 这个摸起来的手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穿起来的话也特别舒服 上脚之后 这个鞋面的柔软的感觉特别特别好 前面有998非常标志型的3M的点缀在这边 接下来这双鞋呢 当然就像刚刚说的 依旧还是来自于concept的 这个我是有特盒的了 哎 当当当当 没错 这是N9000跟concept 在2015年发售的这双啊 呃 也是跟前有关系的 我们都知道new balance是美国的品牌 所以在这双鞋上面用美国的元素 就是美金的元素啊 是非常正常合理的 而且concept本身它就是美国的店铺 它俩是老乡嘛 都是波士顿的 但是意大利的品牌 Deadora在用美金的话 多少点不合适 这次的联名灵感 就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货币啊 意大利的货币 现在用的是欧元 但以前的话是李拉 所以这双鞋的配色名字 或者整个联名的概念 就是李拉 可以看到后跟写了一个50万 这个就是李拉当年最大面值的钞票 就是50万 整个色调其实跟998这双满相像的 都是以这种米白色为主色为底色 可能整个色调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整体的话还是蛮像的 然后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颜色点缀 这些颜色都是来自于不同面值的钞票上面一些主要颜色 像蓝色的话就是很明显来自于50万的 然后像这个淡粉色的鞋舌啊 包括整个薄荷绿的颜色加在一起就挺漂亮的 这双鞋整个做工上来说 我们只说做工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完爆美产的998的 如果大家对比的话 这边就是我自己看的话能看得下来 每一个走线都是很明显要比998要精准很多 也要更细致一些 但是材质方面其实两双鞋用的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可以看到鞋舌上 它这个有点做出来那种反尾的感觉 再来就是这双鞋的鞋垫 其实也是蛮逗的 大家看这个实际上就是50万大钞上面的图片 它切下来坐在鞋垫上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区别 就是我们再看一产的N9000 还有像美产的998 其实他们在做这个鞋的工艺上有所不同的 像N9000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传统的这种纸板的中底 整个制鞋的工艺更像是那种意大利皮鞋的那种感觉 这也导致了这双鞋上脚之后的脚感会相对生硬一点点 至少刚二穿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 而N9000的中底布其实它是用内衬的材质包过来做成了这么一个Y字形的缝制的方式 这个跟我们视频上看的大部分的运动鞋的中底 这个中底布的缝制方式以及材质都不太一样 这个做法其实会更麻烦一点 我觉得 然后你在缝的时候对于鞋楦的要求应该比较高 尺码方面纽半998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偏大半码 我都是要买小半码的 这个是我自己 只是代表我自己 不代表任何人 而Diadora N9000的话 我现在都是穿正常尺码 所以说US的话 Diadora就是穿十码半 而998的话就是穿十码 舒适度来说 刚刚我讲过这双鞋 基本上是不需要磨合的 上脚之后就特别特别好的舒适感 中底的话还是相对偏硬 但是比前几代咱们说995、996、997来说的话 还是要舒服很多的 不如990 V1那么舒适 因为990 V1是一个全外露的EVA中底 但是整个如果是穿久了之后 它的支撑性和它的保护性 一定是要比990 V1还要更好的 相对来说 Diadora这双鞋刚上脚之后就会略显生硬 因为它整个中底都是这种纸板的中底布 但是穿久了之后 它的后跟尤其是这一部分 这个软弹是特别明显的 这是一个低密度的EVA泡棉 在后面这个小开窗的地方 穿一段时间之后 它后跟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软弹感 特别明显 但前掌的话依旧还是有点偏硬 因为前掌比较薄 好了 最后咱们来做一个总结 那这两块其实都是发售在 复古跑鞋的黄金时代 也就是10年到15年那个时期 基本上有大量的联名涌出 然后有大量经典的配色出现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双 同样都是跟前有关系 同样都是跟concept联名 同样都是差不多的配色 一个是美产 一个是一产 舒适度来说 当然我刚刚讲过各有所爱 但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真的要二选一的话 我可能还会稍稍的更喜欢 这双998多一点点 但是只是一点点而已 那这双鞋其实完全不落下风 我今年是真的切身的感受到了 复古跑鞋的热潮回归 当然才有很多的因素 其中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 像老爹鞋的回归 不管是巴黎世家也好 Easy也好 带来的这股风潮 当然还有就是 New Balance这个品牌 在过去两三年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巨大的 这一个品牌捕捉了太多公众的视野 那我觉得由它的带领下 之后应该会有很多的品牌都会跟进 然后慢慢的就会让大家去认识 那去年其实我也做了很多 我们所谓的冷门的 或者很多人心中 这个不常见的一些 复古跑鞋的品牌 做复古跑鞋的品牌 当然他们不限于做复古跑鞋 像美金农啊 像索康尼啊 我特别喜欢的索康尼啊 像这个A6 亚瑟士啊 我做了GioLi3的视频 像Diadora 所以像这些品牌 其实在今年我也会慢慢的去做更多 而且尤其是看到了有这么多的需求 主动想要看它们 让我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希望今年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共同吸收 作为一个假复古跑鞋的粉丝 我不敢说自己是真的 因为我没有那么懂啊 我是非常开心的 再次感谢各位 我是Tan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